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彭哥富裕录 今天 盘是非常的 紧张刺激 一开盘就开始往下杀 在彭哥前几天一直告诉大家 现在的盘 他就是空方转折成功 所以在当天上礼拜五 彭哥一直告诉大家 转折出来了如果当下你是做空的人 就要在当时 去做一个进场动作 你看这样 假设如果你是有空单的人 连续的这样的两天杀盘之后 你的进场点 你的空单的进场点 是不是就是起掌 起跌的第一根 的一个位置 包括做多也是一样 当有出现一样这样子 空转多的信号的时候 当下你就要去做一个 发动进场的 的动作 这样子 后面如果成功 大家都会帮你拉抬 这个就是 借由 群体的一个力量 去把他往上推升 但是目前的一个 盘是 一直杀杀杀 杀不停的状况之下 我们今天的标题叫做如何面对 恐慌性 卖盘 好这个今天得要碰个会告诉大家 怎么样子去面对这样 这样子一个 状况 那我们赶快观察一下今天一个盘式状况 好 目前的台指 我们用台指 来看整个大盘的现象 因为期货是 所有的加权指标的先行指标 加权指数的先行指标 好 在这根 王哥已经告诉大家 他是一个转折 那转折之后的连续两根下跌 是不是 这样子就是空方趋势 那我们来讲 他未来他可能就会跌到这个位置 我们先讲初步会先到这个位置 那如果他的下跌 如果短线 跌的太快 他也有可能进行 两三天的一个 小盘 小盘涨或小盘整 等待这边的均线往下拉下来之后 他会有继续往下 做一个 探低的一个动作 这叫做空投趋势 空投趋势我们就以空操作为主 当然 如果你有手上有多的股票 你必须要有一些 强于大盘的一个措施 包括我们讲的均线结构 K棒结构 那 还有在相对的一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样子 如果你的位置都在这个地方当然 你的股票如果是 在这个位置你当然可以继续报 如果你股票都在这个下面跟大盘一样 同步空的话 那建议你赶快跑 这样讲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 有棚哥会 怎么样子列出几个条件让大家一个参考 好那 台子目前告诉大家是一个 空方的一个形态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盘的一个 细部的一个结构 这15分钟 这是小时 这是4个小时 好我们来看一下 123都是空方结构 三线都是空 好那很多 很多人呢 或者是投顾老师他们也会用 三什么三线翻空啊什么指标同步 全部同步他就是空投讯靠 所以一样的这个 这样子的趋势就很明显告诉大家 短中长线都是空投 那一样一样今天早上一早 跌就跌将近快150点 那后面因为现在 他的这个乖离度太大 他有赶快去做一个 集谈的一个修整 但是他还是空投 只要没有让小时线 这个空投能量 做缩小动作站上能量线 他就不算是转转 所以他还是属于 强势空方的一个扣盘状态 所以 包括做指数 如果当趋势来的时候 你就要勇敢的去做趋势盘 该做的事情 只可惜 因为台湾现在 10个交易日大概有8天去盘 所以导致我们用的趋势盘指标 真的利润会比在国外来讲 少很多 但是一样的 你既然选择一个指标了 你应该就好好的去运用他 这种东西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就好像 在高雄卖姜母鸭好了 高雄大概会冷的天气 一年大概只有两到三 两两到三个月吗 那基本上都炎热天气 所以你要在高雄卖姜母鸭 生意绝对会是 不是很好吗 因为这是市场上面的问题 如果你是在 比较北边 那可能 寒冷的 寒或凉的时间会有四五个月 你在这四五个月里面 你就不要好容易获利吗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讲的市场差别的关系 那指标就是指标 指标是死的 行情是活的 交易人也是活的 那很多人 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那就是你的决定 市场决定方向 对不对 如果大家都喜欢做盘整的指标 当然你在这个区间里面 你用盘整的指标就比较容易赚钱 用趋势的指标 就不容易赚钱 那彭根就是用趋势的指标 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一个家庭的 我们讲的指数的一个状态是这样子 他还是属于空方 好那我们赶快关心一下 风电族群 上尾头今天早上 有一点小卖压 但是他还是维持一个高档一个状况 还是属于强势多头 所以为什么 这波一直杀上尾没有杀到 就是他的结构好 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他的结构好 台积电 强者很强 弱者很弱 台积电告诉大家 他就是弱的 看位置就知道了 死亡交叉 然后K棒持续的落底 还破这边的一个低点 所以他目前已经到到达这个位置了 来看一下 所以台积电他短期有一点支撑 的位置就是在这边 所以一样的 如果 大盘他还是空投 空投趋势 那可能他会换 其他股票轮跌 因为很多的全日股 他其实都弯下来往下跌 这个就是 要注意一个隐忧 多头 多头行情就是 也是个股会轮动轮涨 对不对 所以一样的 空投趋势他容易会变成 轮动轮跌 以台积电来讲 他可能在这个地方 会开始做一个盘涨 或盘整 一个动作 你要让他短期赶快再破一个大跌 破一个大跌他还是容易会反弹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 一个支撑 一个平均价格的一个概念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档 红准 前一天有告诉大家 这样子是不是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所以你要做 做 多的人是不是又很危险 这边是盘跌吗 对不对 盘盘盘盘盘 盘到最后就下去了 他就变成急跌 所以不要因为他的价格便宜 你就想接 就会很容易变成 我们讲的那个台词叫做 那个家乐福天天有便宜 这个就变股股票特卖会 当他转折 他一定会有现象你要做多这时候的 成功率才会高 这样子报酬率也会相对高 这样子 当然这边不能追空 但是要告诉大家他 他正在敢 敢速落底 因为这一只也是属于大型全资股 所以你他还是有一定的基本面 如果他真的 跌到一个 程度的话 他会反映他的基本面 他会反弹 好 所以这一只 就是我们现在告诉大家 他是正在加速落底的股票 好 好这时候我们我们赶快来回 大家一些问题 我现在手上的强势股跌好凶 该如何处理 就像今天保林 付景 一开杀下去杀快跌停 好 现在很多强势股票都是这样子 今天涨的月 前几天涨越凶 在大盘那种杀盘的时候他就跌的越凶 他也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他也不是 那个 类股题材的问题 他只是因为 涨多了 有人想要赚钱 看到今天盘很弱 他赶快想要落袋为安 跑的比人家快 脚底多抹了一点油 所以他跑的比较快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是没有赚到钱的 你抱 你抱这边一直掉下去 你应该怎么处理 好我彭哥 这边帮各位 整理了几个几个重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跌破 股价平均中种就要快跑 什么叫跌破股价平均中种 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会有一条能量线蓝色的 还有一条 粉红色叫做趋势线 你可以用这两条线的其中一条 当做股价中种 你也可以利用两条线 都跌破 来当做跌破股价中种 那我们再回到前面刚刚的线来看一下 好像台积电 这边我们看一下 跌破第1条线 在跌破第2条线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他跌破了股价的一个中头线 这时候你的持有股票你就要快跑 那很多人没有 彭哥的这个 战斗K线的一个 专业的 均线 那怎么样 只去判断 很多的 譬如说 60MA 120MA 240MA 他都可以拿来当做一个 这因为这是大家常用的一个 技术指标 这个均线 所以基本上他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参考能力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均线你就是可以拿来去做一个 判断多空的一个 位置一个 参考 所以 刚刚讲的跌破 跌破股价平均中轴你就要跑 尤其大盘他是空投 如果你的股票是跟大盘是 同类型同向性 同向性就是他跌你也跌 他涨你也涨这叫同向性嘛对不对 跌破股价中轴你就要赶快跑 就这么简单 再来 部分持股 你把它出掉了 小虧出掉 虧了十几%也出掉 那因为现在大盘是空投吗 那其实现在很多股票 都可以去翻空 譬如说大家去看一下2401 林阳 他是不是一直往下弄 一直往下跌 智邦 他是不是一直也是往下跌 好像华邦电 台达电 这些大家都可以去看 甚至群创 都可以看一下 他的结构都是往下压的 你要去 做 这样子 下跌你要跌5%跌10%反而比较容易 你要让他涨 相对真的会比较困难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些股信 赶快去做 你之前 假设你用10万块去做 股票 亏损 赔10% 那就用10万块去放空 一样去赚10% 就这样子 有多少钱做多少股票 不要说 我有50万 就全部压50万 这样子错一次 你真的很难秀刷 很多人 赚钱就是很奇怪 赚钱 赚少少的 赔钱赔很多 然后每次 因为他赚不到 那么多吗 所以他就想要用次数来去弥补 那个 亏损 但是我们来讲就像打棒球一样 三振比较多还是权力打比较多 大家去看记录 通常都三振比较多 灰空 灰空比较多吗 你要打到球性的机会相对会比较少吗 所以你 你如果要创造成一个 非常有价值的人 你必须要 有效的打击 有效打击什么叫有效打击 当你能赚钱的时候一次要赚多一点 让 投资的 让你的老板让你的股 股票 反映出你的能力就是 我可以赚10% 赚10% 我赚一次可以弥补很多的小缺失 这样子才有办法证明你是一个 有用的人吗 有益处的人吗 我相信你在 假设我们在职场上工作也是一样 你有办法办公司赚大钱 你犯了一点小措施 人家都可以闭着眼睛不看 但是你常常 把公司的微波炸掉啊什么东西啊 迟到又早退啊 你很多缺点让人家看到 而且都是对公司很不利的 然后你办公司的 赚到的钱又是少少的 你贡献度低 你的出包率高 那你就很容易被人定位成你是一个 没有价值的人 所以第1个被裁掉的人也是你 反映到股票上面也是一样 当你 你就是一个 长期会亏损 大赔小赔都有你 赚钱都是少少的赚 你最后就是注定一定会被 市场淘汰 不管你多少钱你有 家财万贯 上亿上兆都一样 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逻辑去做的话 市场上绝对会把你的钱咬掉 就像金东海啸一样 一次就把你灭了 就是这样子 尤其市场上面无限大 我相信你 你的钱也没有一次可以下到几百亿 如果你几百亿 全部压满了一次 也是没有就是这样子 做股票 做那个投资 行的商品都是这样子 好再就是 第三点就是 不可加码摊平手上的 亏损的持有股票 什么叫做 不要加码 就像我们刚刚看的红准 他天天都有便宜一直往下跌 既然一直往下跌就代表 他跌比 涨容易 而且跌的 亏损会远大于你做多的一个利润 所以你这样子一直去 一直去摊你的平均成本是降低没错 可是你所有成本会变得更 就是目前的价格会变得更低 当你 10万20万30万套在里面的时候 你只要 产生一点点亏损 就会让你产生大亏损 甚至致命亏损都在这边 很多投资朋友们不是盘中 小赚小赔 毕业的 是一次亏损赔光光 我今天讲的 大家想一想如果做比较久的 有受过大伤或休息的人是不是 你都是一次 把你的钱 腰斩 或是一次都赔光 如果是 今天告诉大家 台安平绝对不要用 你赚钱 你还可以偶尔用一下加码 加码进场 这样子无可厚非 而且你不能后面买的部位比前面的多 投资人会死掉 就是 台安平的部位比 你加码还要多 我们讲的就是这样子 想想看我讲的逻辑 对不对 会 会让你大赔的 我绝对不会 不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大家在市场上面就是要赚钱吗 很多人是想说 他有赚到钱 他就告诉人家我就很会赚 赔钱他不会告诉大家 但是彭哥这个人就是 有有什么说什么 我会赚我就告诉我会赚 我会赔 我也会告诉我会赔 赔的原因是什么 市场上面 交易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一定要诚实面对自己 不要说闭门造居自己在那边弄来弄去 然后你不知道你怎么赚你怎么赔 那 只是我压很多 我压了一笔重压 我赚了很多钱 他就想要 出来 开课收费 教人家做这些事情 可是他没有发现他有致命的缺点 无形之中把这些 不是很正确的观念 带给其他投资人 一次就让他毕命 我说真的我非常不认同 一直叫人家 加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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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码的 的投资人 这样一次去做 我说真的盘神石要杀没个准 不要遇到 可是你遇到一次你就破产 尤其是曾经有破产的 后面还是这样持续这样做 投资人真的你要小心 你有可能会造成第二次或第三次 因为我曾经赔的很惨 所以我不容许让自己 发生一次性亏损 避命的 的动作 我都不敢说我现在 我可以容许1000点的 亏损的人 我会不会再遇到一次1000点 我都不敢保证说会这种事情 因为你只要有部位在里面 股票有跌停板吗 旗子也有跌停板吗 对不对 我都不敢说突然什么 我做个多 结果什么 电厂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就是导致 导致行情 跌停有没有可能 有吗 这种事情就连高雄七八都会发生的 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 对不对 未与绸缪把这些事情先 想清楚 风险控制好 你能承受多少风险我做多少事情 不要说我只要赚1万块 我要承受100万的 风险 这不值得 所以今天告诉大家 这三点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恐慌性杀盘要怎么做 这三点 把他写起来 好好的去 盘后休息的时候 认真想一下 你如果今天是遇到这些状况 你要怎么样去做 自己要定 策略不是别人告诉你怎么做 这个东西 我们都彭哥一直在 我们Light上面一直告诉大家 盘中有怎么样现象 散户思维跟主力思维 他刚好就是 为什么我们讲主力思维 他是赚钱的 散户思维他是赔钱的 因为散户通常都是做 预期性的获利 但实际他都是做反向的亏损策略 那主力思维他看是 白痴白痴去追高杀低 可是人家是做追强杀落 该强的时候我就需要去追 该弱的时候我就是要砍 人家砍的位置 会赔不会赔很多 可是散户一赔赔很多还 一直到 就会这样 这样问题 下次我会跟大家好好讨论一下 什么叫主力思维 什么叫散户思维 所以市场上面有任何问题 大家赶快集市广益 可以问问题我们就问 我也不希望说一直在那边问 问这只强不强那只弱不弱 我也没办法一直帮你去盯这些盘 对不对 我手上我自己也有股票 我也是在看吗 对不对 那行情的强弱 我也是会告诉大家说 现在怎么样的现象 这个 这个才是 你应该要学的一些课题 所以最后告诉大家 一样的 广哥用的战斗K线 K棒是要让你知道 现在的转折的状况 现在的一个 情形多空的一个 一个变化 均线是要让你知道你未来 有没有 运气可以赚到钱 当你的能量越开 你就可以越容易赚到你要的钱 这就是趋势 所以战斗K线就是 实力 跟运气的一个结合 好 所有任何问题 一样的 彭哥富裕录 在FB 的粉丝页是彭哥自己专属的 再来就是 Light at 赢家No.1 也是彭哥自己开的 这个东西 除了小编之外 彭哥只要看到 有大家想要知道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是大家知道的 我一定会 不会保留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就是 想赚钱 我们大家集市广益 你可能会讲到 我认为 我现在没有发现的缺点 这个东西我也会告诉大家 我也会谢谢大家 你告诉我 我赶快去做调整 我们讲的就是 错误的时候 随时去做修正 对的时候我们就勇敢引爆 这才是市场上面 最后的赢家 好今天节目 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见 这边 我认为 其实是 我们下车的 词 词 对 我们下车的 我们下车的 谢谢大家